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我是战女小红 今天主题是家有千百种样貌有爱的地方就是家 那家的样貌是怎样呢 那我觉得现今社会啊家的样貌已经不只是我们原来想的那样 但我相信呢任何一个有小孩的家庭当你面临着需要分开的时候 你一定会想着我这样做是不是很不应该 让小孩没有爸爸或没有妈妈我是不是很该死 我害他的家庭不完整了我真的可以这样吗 那今天的来宾呢他经历了异国婚姻 然后勇敢的选择离婚自己带小孩 还用他的心事写和画了一本很可爱的书 那我们今天就来跟他聊聊天咯 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插画家汤书皮 哈喽大家好我是书皮 还有呢也被我写成几本很可爱的书的工程师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感觉很不妙 其实还好啦 我想要先问问看书皮后你有想讲前夫的坏话吗 如果你不想的话我们到后就尽量不讲这些事 好像先不要 主力录一集 你人真的很好耶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人他应该听不懂 一度真的就是曾经有过很气的时候是真的有想过就是要讲他坏话 但是现在你不想讲 那我问一下工程师 他是哪一国人 苏格兰人 英国人 是不是会在酒吧喝啤酒跟打架 就是非常爱喝酒的民族 可是工程师也很爱喝酒啊跟苏格兰人没有关系啦 我觉得苏格兰人好像没有限制的喝酒 没有一个极限 白天也会一直喝啤酒 对 你破戒了你说前夫的坏话 你再说全苏格兰人的坏话 工程师你有想过跟外国人 白天喝酒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要看我们现在探讨这个问题是吗 你有想过要跟外国人谈恋爱或结婚这件事吗 你说我吗 对啊我说你啊 你说金把金石猫吗 政治不正确的话哦 王好姐你会剪掉吧 她说你很没礼貌 有吗 你人生有想过吗 你是说石家雷乔韩生或者是 我说有可能跟你谈恋爱的人 有可能吗 我没朋友 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吗 没有 所以男生不会做这种幻想耶 女生好像会吧 可是我这个 我以前的男朋友都是台湾人 可是女生可能会在年轻的时候想说 我不是说我想要跟外国人结婚 可是我很想要生混血儿 我在出国读书的时候 我妈妈就跟我说 如果在那边找一个对象也是可以 可是那个时候 我是跟我以前男朋友一起去读书的 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真的不可能跟外国人在一起 你跟一个台湾人一起出国读书 最后嫁给外国人 对 你是因为不想回来吗 不是因为 太适合你了 没有那个 那时候那个男朋友很希望我就是 好像讲红不行 哦 那你说说看 因为台湾人的话就听得懂 哦 他会听吗 就是他没有那么希望 我有很有工作心的人 哦 希望你在家 应该是说 现在的女性在 应该都会觉得说 我婚后还要工作 我要保有自己的日子 我的意思说 这种心态蛮常见的 不是什么 太难听的话 可是现在也会这样吗 那个时候是这样 那个时候也离现在也不远吧 你小孩很小耶 对 十几年了 舒皮一进来就说 他拿他的房刚做了很多笔记 我说可是我不会问啊 你现在可以体会到我 我真的没有再问吧 在一开始在 你有想过你会 就在跟外国人结婚吗 他是你交的第一个外国男朋友吗 对 那你有想过 结婚去外国的生活吗 完全没有想过耶 因为呢 我觉得跟外国人结婚 蛮麻烦的啊 对 而且那时候结婚也是因为签证 你承认了吧 你的意思是说 快过期了 快过期了 我要回台湾了 不行了 没有 我们结婚都是在台湾 他很喜欢台湾 所以我们就要说到了 因为异国婚姻有一个问题 就是要去谁的国家 可是因为我的工作 其实是可以在家的 所以你可以在国外 我可以在国外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 每年我会在英国 大概三个月 然后我会在那三个月 在附近的欧洲国家旅行 这样子 看起来好棒哦 对那时候的生活 觉得蛮好的 所以一年只三个月 对 所以也没有什么思想的问题 完全没有 对方也可以待在台湾工作就对了 对 他也是做英国的工作 可是可以待在台湾 就可以远距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远距 说不定没有那么容易想离婚 好像是 住在一起很烦 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我 现在生活也算 觉得过得蛮好的 我跟你讲 所有离婚的妇女 都说离婚赞啊 然后全部都变得容光焕发 心情很好 工作室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知道我知道 好像少照顾一个人啊 外国人也需要 外国的男性也需要 人家照顾吗 因为台湾男性其实普遍 我们就要得罪 苏格兰人和台湾人 对 结完会以后 比较需要太太照顾啊 外国人也是吗 不是 但是就是 比如说有时候 会在他房间里 看到他偷藏好几罐酒 那你为什么不准让他喝 要让他偷藏 就是有点喝太疯了 我好像知道 喝太疯是多疯 就是完全没有 节制的一瓶一瓶一瓶 像水这样喝 啤酒 啤酒 任何酒其实都可以 而且他不是很舍得花钱 在很多地方的人 但是对于酒的钱很舍得 不能省 就不喝水 然后早上起来就可以 没有他也很爱喝水 但是晚上就是会很喜欢喝酒 晚上 可是这不会是 我不喜欢的原因 当然我知道这种小事 不会是离婚的主因 工程师最近晚上 一直在喝酒 没有吧 而且他早上都把那个 威士忌的酒杯的杯子 就直接放在琉璃台 让我发现他晚上都在喝酒 也是喝威士忌 小卓一下 然后睡觉 这样 到底有什么对 有什么错 对啊 小卓一下睡觉 有什么错 就是他会 很喝很嗨以后 整个人情绪有一点 会吵架吗 就是他有时候会 带朋友就 来回来我们家 哦那不行耶 对 可是我可能已经穿睡衣了 嗯 然后他就说来玩啊什么的 然后对方也是喝醉酒的人 哦那不行 对 我不能接受 那如果吵架要有哪一国语言吵 英文 就只能 他会说中文吗 不会 他会讲一些比较烂的中文 还好啊 烂中文还好吧 对啊 有什么 苏皮做了一个好奇怪的表情哦 我在想说 我会不会是讲了太多不好的事情 没有 我们只是在讲 跟外国人结婚的引诱 我们很喜欢听请继续 没有因为我觉得外国人的风俗民情 跟台湾人本来就会很不一样 我连跟工程师是高雄人 我都觉得高雄跟台北的生活习性很不一样 可是因为当初我觉得他会吸引我的原因 也是因为他就是一个很不受控的人 因为很有趣 婚前会觉得好玩啦 对对 然后婚后就觉得烦死了 然后如果再加上小孩的时候 你还是比较不受控的时候 就会比较 因为尤其是我觉得 你以前觉得先生很烦的时候 你都可以忍受 然后等于小孩出生的时候 因为小孩又烦又听不懂人话 你就会想说你听得懂人话 你为什么不听呢 对 就会对老公非常的受不了 所以你也是生完小孩以后开始 我有看到你的书 你的书说你怀孕的时候 你们就感情不好啦 对因为他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可是想生小孩就是 他 他没准备好当爸爸 对因为他比较小 年纪比较小 对 那你们结婚几年生小孩的 两三年 在一起然后到结婚可能也有四年嘛 那他还没有准备好 对 那他什么时候才会准备好 对所以我也会觉得很讶异 就是怎么会是到怀孕的时候 感觉好像还没有ready 你们两个算是比较没有经济问题 因为有很多比如说你去我的国家 或我去你的国家 会有一个人会有经济问题啊 因为我异国婚姻很容易有这个问题 对 你们算是 我感觉应该是没有 可是你刚刚的眼神告诉我不是这样 那我们就不探讨了 经济问题太严重了 我们不要聊 对 对因为牵扯就会比较多 你的眼神背叛了你 还有文化差异啊 教养问题 你们有遇到了吗 应该不算有 不算 因为其实就是有小孩以后 那个时候的状态 已经可能 知道会有一些状况了 怀孕的时候就有 对 可是没有说什么 有试者 我们有试者 就是往一个一起的未来 还是有试者挽回 对一起的未来走 这样子 你试多久发现不行啊 因为这个过程中 后来就是他有很积极的 很希望可以 就是他就觉得他有比较准备好 可能看到小孩的时候 这样 可是我好像就会有一点 比较 不能再信任了 会害怕 可是我觉得你这样 其实是很聪明的 因为他在小孩真的很小的时候 离婚啊 对 比如说像 比如我们两个 他到底做什么事让你不能信任 这不是 他出门和酒吧小孩 忘在家里 忘在酒吧 对 忘在酒吧 忘了带回来 可能就是他没有准备好 对 然后我就会很担心 如果以后未来有很多事情 我就没有办法想象跟这个人到老了 所以我说你很聪明啊 因为比如说我跟工程师 现在如果婚姻出了什么问题的话 我就会觉得我还是太大了 他开始会问东问西了 可是我那时候担心的是 如果我小孩长得有点像 就是外国脸 他在学校如果说 同学问说你爸爸是谁 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 前夫会回来 对 我就会很担心是这一点 为什么 就是会很担心他 就是长的是外国脸 可是不会讲英文 或是他也不知道那边的文化 会不会有一些问题 这样 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前夫会不会真的退出 现在超多混血的小孩 真的 Facebook上一堆那种完全外国脸 然后讲一个超道地的 公园里全部都是啊 对 然后我跟你讲 然后土生土长的台湾小孩 英文讲超好 公园里都有这种事情发生 尤其在天母那里带 大直言 对 所以其实还好 而且学校里根本就不会问你爸爸是谁 可是那时候怀孕就会担心好多 对 对 有小孩 未知的吧 有小孩以后分开就会让人想这堆有的没的问题 对 生完就真的没有担心了 后来你 后来那到底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说 不行我真的没有办法再 继续在婚姻状态下 其实是有 那时候我公公过世了 然后因为其实 我们在后来 还没有离婚前 就是小孩出生 我们每年都会去英国 我都会带我小孩去英国这样 然后就有一年公公过世了 然后有公公也是一个非常疯的人 就是跟我前夫个性是比较相似的 他就是一个个性很幽默 然后以前会觉得 哇他好好笑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笑的老人 然后他是负责办那种很多大型户外演唱会的人 我就觉得这个人很酷啊什么的 然后那时候公公过世的时候 然后我就跟陪婆婆去散步这样 陪前婆婆 然后前婆婆就跟我说 如果再有一次选择 我可能不会再这样 不会再跟这个人结婚 对因为他也就是 你书里有写这一段对不对 我记得有看到 就我前公公也不想要学开车 这样 然后也不用那么喜欢照顾小孩 就是他会以他自己的很有趣的生活 在生活着这样 你有发现你不愿意说老公坏话 但你是会公公坏话吗 这样有比较好吗 事者为大 跟前婆婆说对不起 再那么抱歉 那你也把他来谈一下你的书 好 结果写这些 没有 你有把你前公公的事写在脚本上吗 应该不是 没有 这不可能 他还是很自然的讲出来 真的 像朋友聊天 吓死我了 那你还说是你的书好了 快说不然我们要问公公的事了 好 所以我现在 你还说一下你的书啊 你出了一本书 好 这本书就是要写 一开始有提到一些我婚姻的状态 这样子 因为那个时候 有一阵子发现 就是Google搜寻 每次只要搜寻我的名字 就会出现 烫书皮离婚 或者烫书皮老公 没有 你如果Google我的名字 也会出现宅女小红离婚 然后是有客户就问我说 就是那个客户比较大一点 他就说我们总公司有问一下 说为什么搜寻你的名字 会跑出这些东西 这样 然后那时候也有很多采访 都会问到一些婚姻的状况 可是那时候我已经知道 有一些状况了 但是你那时候 没有真的离婚 但却要被这样说 对 客户会管你婚姻状态 他们没有就是很在意 只是会稍微 闲聊 对对对 问一下这样 可是那时候我自己 可能有点心虚吧 对 然后后来这个婚姻 就真的结束了 这样 然后所以 我就会有在这个书中 有稍微带到一下 因为这本书 大部分内容是在讲 我带我儿子Stream 去苏格兰生活 有这本书叫做 家的样子 苏皮与Stream的 苏格兰冒险记 对 就是我带他去那边生活 跟读书了半年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 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还是要把婚姻的状态 稍微交代一下 所以这本书就有提到 所以你是在这件事情之前 还是当正在时的离婚 你是在之前就已经先离了 之前就先离了 那你为什么 因为他带他的 我觉得他很帅气 就是他已经离婚了 然后他带了他的儿子 到他的前婆婆家族 半年 对 为什么你会做这么奇怪的事 其实那时候真的 原因很简单 就是希望他可以练习英文 还有就是 不是跟婆家 就是跟他有血缘关系 也有 也希望就是让他知道 苏格兰是怎么样的地方 然后免费学英文 对 对 因为他读书也免费 所以那时候已经分开了 对 可是我们是一家人 一起去苏格兰的 一家人是指 就前夫我们三个人是一起去 他就陪我们飞去 然后他就飞回台湾 这样 哦 你的前夫现在还在台湾 对 他很喜欢台湾 好妙哦 可是 就是因为我有看到你跟前婆婆的相处 你书里有一段我真的很喜欢 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谜团 超无聊的事 你说你婆婆会用一个灰色的盆子洗碗 然后你知道 因为之前我有业配一个英国的洗碗精 就有很多网友跟我讲说 英国人没有把洗碗精充掉的习惯 他说他就是泡一泡 然后用布把那个洗碗精擦掉 对 我就想说怎么可能 真的每一家都是这样 哈 你可以接受这件事 所以我那边有一个 你套自己的餐具 你会自己偷洗对不对 对 那前婆婆如果你在偷洗会怎样 他会一直问说 哎为什么我刚洗过你还要再洗 这样 那你要怎么回答他 我就忘记了 哈哈哈哈 好烂哦 一边说忘记了还是一边在擦这样 对啊你敢相信吗 他们把它泡在洗碗精里头 然后擦干净就 就当洗碗碗 那那个会挥发掉吗 不会啊 而且常常有时候 其实还会觉得有点油油的 咻咻 对 英国人不用洗碗机的吗 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办法相信 机器可以洗很干净 所以他觉得这样泡会干净 对 所以他很多行为 我都觉得蛮有趣的 哈哈 我听到这样我也会觉得很有趣 可是我身在其中 我可能会有点生气 哎只是我以为欧美人士 都很爱用洗碗机 哦 但是我的前 那是要讲前大伯吗 就是我前夫的哥哥 他们就是都是用洗碗机的 那一辈的人就会用洗碗机 所以有年轻和老的差别 但是英国人真的会让洗碗的泡泡在晚上 然后擦干净 对直接擦干 然后用好烫好烫的烫水 然后他的手好像都没有知觉 在里面绕来绕去 他应该有对手头吧 没有 然后后来那个手都哇烂到不行 就是又红又破这样 所以我每次出去我都会送他护手霜 但他还是可以下次他还是可以再泡下去 对 哇 大家对苏格拉 今天又一生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人 他这手 先喝两口酒 他可能有先喝酒 可是我觉得你书里还有很多 你跟儿子在台湾旅行的事 我觉得这本书很可爱 因为其实书皮是一个插画家 然后画了非常非常多 看起来气质很好的画 你们笑什么 外面人在笑屁啊 我是真的觉得气质很好啊 而且还有几本包娜娜的推荐想说 因为他有跟他合作一本 而且我看到你这个图我才知道 因为我本来我不会看这种很有气质的东西 所以我本来不知道 可是我查以后就会发现 天下好多东西都是你画的 就是你很熟悉 你有时候会在文创的地方看到 是不是很肤浅的介绍 我会觉得蛮光荣的 对啊 然后这本书里头是非常多可爱 然后你有时候会把你儿子做的一件事情 然后就把它画成一个画 然后旁边写上一些简单的字 那自己我觉得看起来是非常可爱的 谢谢 然后照片有 但是看不是很清楚 我一直很想要放大看 你儿子有没有混血的感觉 但我完全没有办法看出 我儿子其实长得比较偏向亚洲的 没有长了会 再长大会变耶 好像是 你没有希望过他看起来很像一个外国人吗 好像都还好 可是他儿子很成熟 他儿子超级懂事 我看到说你儿子喜欢吃红枣之类的 我就觉得他超级莫名其妙 而且我觉得吃素 还有吃素 对 他说他看到杀鸡是不是 对就两岁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菜市场买菜 然后就看到有人在杀鸡 因为他讲话是比较快的 他蛮快就会讲话 两岁多的时候 他就跟那个店员说 为什么你会那么残忍 然后从那一天以后就再也不吃肉了 天哪 然后是麦当劳鸡块 香肠或肉松这种 他都没有办法吃 也都不吃 如果你骗他说那不是肉 我就想说好像不能这样 其实一开始有过 我真的有骗过 就卤肉饭这种 就想说拌在里面应该不会发现 但他会发现 他会发现 可是他有吃海鲜 就像有些朋友就会说 他就会问他说 为什么你不吃肉 他就说因为我觉得很残忍 然后就会跟他说 那鱼也是 然后就会跟他们说 不要再讲 那如果他讲出第一句 你儿子是怎么反应 他们 我儿子也会问我说 会不会有一些拱污染 或是什么 其实也有人会跟他讲这些 就说你知道海鲜 其实更危险啊 什么什么的 他就有提过说 妈妈那我是不是也不要吃鱼 这样 你儿子很小耶 他应该才五岁吧 看起来 对五岁 他为什么会懂这么多 他对食物这一点我也不知道 然后也原来绝对不吃酱料 也不喜欢吃麦当劳 可是我自己都是超喜欢这些东西 你说你会喜欢吃盐酥鸡啊 之类的 烧烤啊什么的 然后他都不要 他就不要 好有趣的一个小孩哦 从小就这样 可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会困扰 因为出去就变得很难吃东西 因为酱料没有的东西比较少 而且里面有很多你们生活的小故事 我都觉得很可爱 像有一个你说 你儿子叫你不要买房子 对 对我也觉得他好可爱哦 那是他几岁的时候说的话 四岁的时候 因为他觉得妈妈会很辛苦 你不需要帮我买房子 他真的好懂事哦 对啊 你知道我儿子有多欠杀 我儿子什么东西都很想买哦 然后他就会说 去南城京多少钱 两万块很便宜呀 menu上如果牛小排 我要吃这个 对 我儿子超喜欢吃牛小排 对 Sedron就是比较吃那些便宜的东西 这样是好像蛮棒的耶 你常带着你的儿子出国耶 因为我们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一起 从小 你不觉得这样很辛苦吗 我觉得跟他出去 好像有时候会比跟大人出去轻松 可是我觉得你很厉害 因为你跟你的儿子从小在一起 然后因为你单亲的关系 我觉得你 对你来说相依为命的感 感觉应该是更重的 可是书里头 你有把他直接放在你婆家一阵子 然后你自己去别国旅行 对 对 你去了多久 去了五天 你怎么放心的下 因为我真的 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 因为我真的是 那时候有一点受供应过了 就食物啦 就是都是一些fish and chips什么的 对然后天气又好冷 然后那时候就是 第一次开始跟人家一起住 因为我们在台湾 我们是自己住嘛 然后那时候就要跟前婆婆一起住 我就觉得我好像很想要喘一口气 所以你就把小孩放在前婆婆家 其实重点是因为她的护照正在办新的 你有很多时候会因为护照的问题 做出不得已的决定 是这样吗 那时候就觉得这样去一下 然后去葡萄牙 晒晒太阳 然后喝酒 就觉得很自在 你也很可以一个人旅行 我非常常自己去旅行 我觉得因为我们两个都超级不喜欢带小孩出国 很辛苦啊 可是因为她都会配合 蛮配合的 你儿子听起来比较成熟一点 对 那她现在是在台湾比较多还是在国外 在台湾 但她现在还适应台湾生活 对但她好像这一次 以前都不会这样说 可是这一次体验比较久以后 她有觉得英国的生活过得比较快乐 那你会因此而想要回去吗 我觉得因为她觉得幼稚园的那个幼儿园的比较 差别太大了 对没错 因为你是一个这么适应 带着孩子出国的人 你有没有想过你以后有可能 你现在会让她跟爸爸见面吧 我们很常一起 或三个人一起出去 对啊 可是她出国就没有办法了 什么意思 因为她爸爸在台湾啊 不管啊 台湾 那边还有那边的家人 那边的家人也很常 我们很常都一起这样 那你这样单亲了这么长一阵子 你觉得你现在心里会觉得有缺憾 还是我真的这是一个好棒的决定 好棒 小孩会问你吗 小孩会 就是小孩不会 他会说为什么没有 爸爸妈妈没有住在一起 因为他会觉得我们出去的时候 我们三个人聊都很开心啊 为什么没有住在一起 那你要怎么回答 我就会说因为妈妈如果这样住在一起 会常常发脾气 那我觉得我希望情绪比较平稳一点 那我们就还是这样会比较好 我会每天都好开心 但是其实小孩是听得懂的 她也完全可以接受 对 她目前是都蛮能接受的 因为我觉得看这本书 觉得你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很独立的妈妈 我觉得我是 你可以自己在国外住那么久 住在前婆婆家 然后为了她上下学还买车 对 然后我觉得最感人的是 你会把她画的画 或者是你自己跟她的相处 点点滴滴都画下来 对 然后看起来很可爱 然后这本书就会让我觉得很轻松 然后一下下就看完了 可是里面的图可爱到 就是你也会拿出来回味一下 谢谢 然后还有一些些的照片 谢谢 欸你这本书写了多久 一年欸 就是 画啊 然后就 当然不是一年 只做这件事情 那我这个记录快一年这样 可是看起来没有太悲伤的事 但是你在写或画的时候 其实是有整理心情到 说这个好悲伤 我现在 写不出来 会这样吗 哇你真的很会问 哈哈哈哈 那你会答吗你 哈哈哈哈 要开始咯 地图炮要开咯 大家准备好 你说说看 就是真的一度有很低潮的时候 然后或者说 可能发现一些 比如说 苏格兰的家人 可能会讲出前夫的一些事情 是 我知道是另外一面的时候 会 就是 情绪会比较多 你现在还是会吗 现在想到的时候还是会 我那时候 还有这样可以说吗 就是 我那时候 甚至情绪浓荡 跟羊 就是跟马来摩说 还说我们还一起的周包 写他的坏话 马来摩现在在我们的录音室里 他说我很贵 而且他那时候还拍我说 苏皮我们那个是以 就是投稿为主 就是每个人的投稿经验 很不难 那你羡不羡慕我 我很羡慕你 我可以这样子 苏 还拍成电视剧 我都觉得我这样有点不应该 我告诉你我好喜欢这张照片 他跟他的书皮的小孩 跟他的婆婆 前婆婆一起出去玩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这张照片超级可爱 因为他是要跳到那个河里面 他想要穿里面溜冰这样 对 因为他书里写说他前婆婆 其实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吧 是吗 跟小孩玩的时候会很疯 他跟小孩玩的时候很疯 然后可是却很注重自己形象的人 对 就是觉得这些里头 其实会有一些超级平常的琐事 让我觉得好可爱 可是他 然后完全看不出来你当下有悲伤 或者是愤恨的情绪 可能因为过一阵子了 是让那个情绪比较 那如果有机会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你会想把愤恨的情绪写出来吗 可是我觉得你可以就是写前男朋友 因为没有涉及到小孩 你说如果前男友 我跟前男友拥有一个小孩 那个小孩就会说 妈妈妈爸爸这样 就或者说他对 哦原来我爸爸是这样的人 哎你好真的想的很多耶 所以其实你认真的思考过 这件事情对不对 你可以匿名啦 这种事情其实也是有想过 可以写信到 我们甚至有想说 用另外一个账号重新出发 假装不是你 然后你也不要画画 或是画就是黑白的东西 纯粹是骂一个前夫出她眉头的方式 或是前婆婆 开玩笑 这部分真的开玩笑 没关系啊都过去 反正你现在过得很好 因为那一阵子前婆婆也是比较爱喝酒 大家每次买酒 他都会跟他店员说 我上次买给我媳妇喝的 然后那一区就只有我一个亚洲人 然后大家都知道是我 然后他每次买酒就会说 我是买给他喝的 为什么我就觉得 可是他们明明就 他们明明就常喝 他们不需要加这一句啊 因为他很注重的形象 我们书里有讲 他就是他喝啤酒要遮遮 在酒吧 他就是很怕人家觉得说 一个老太太还喝酒 但是一个东方媳妇 然后也不忍心 招他自己的小孩说 我是买给我儿子喝的 也不忍心 他就会说都是我 他就说 而且还会甚至认为他说 我要买那个 我媳妇最爱的那一罐 就都是他 我知道儿子做坏事 全部都是媳妇带坏的那个感觉 我有点懂了啦 你今天还是说了 这真的很糟糕耶 我觉得这真的很坏啊 连我都生气了 没错 最后要不要介绍你可爱的书 好 这本书 谢谢 我跟儿子的一些生活的故事 然后还有我们一起去苏格兰 做了很多很冒险的故事 然后又一起去旅行 然后他在那边幼儿园读书 然后还有跟前婆婆 跟家人生活的故事 我觉得这本书非常可爱 而且你的小孩真的看起来 超级不像外国人 现在突然翻到一张你小孩的照片 没有他那个时候 比现在不像一点 但是我身为一个妈妈 我会觉得这些小事被记录下来 一点都不会觉得无聊 我觉得不是妈妈的人 可能会觉得这种无聊的小事情在写着 可是是妈妈就会觉得 我那时候对 我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 然后我好像也可以把 和自己小孩的可爱的随笔写下来 因为小孩越大越讨厌 你要把以前的事情记住 而且是不是越来越大 就会讲一些老七恒秋的话 对啊没错 好讨厌哦 我怀念小时候的时候 对 所以你就把这本书翻开来 然后你可以回味一下 你跟你自己孩子小时候的事情 好了 就是这样哦 最后呢 我们节目还有一个单元 叫做比有青红灯 我们要一起解决网友的问题 他说我目前住在国外 和老公是异性 是异国恋 异性恋吗 很明显是谁写的 我和老公是异国恋 老公虽然是外国人 但是他和爸妈关系非常的紧密 虽然公婆在不同国家 好像平常不太需要见面 但是呢 缺点就是公婆来访 因为是不同国家 所以她每次来都要住在我们家 自从我们结婚以后 公婆已经从两个星期 一个星期到现在住五天 已经有变少啦 但婆婆还是会动厨房东西 觉得就是公婆 不可能当自己家人 然后当客人住五天 好像又好久哦 请问有没有什么建议 让公婆来访时 我的心态可以正面 轻松一点 她是乌梅之 你的前公婆 有来台湾住在你家过吗 我前婆婆有 那你受得了吗 我觉得好像还好 就带她出去啊 就不要带在家里 对就不要带在家 没有我觉得你都可以 住在她家了 你可能是还好的人 我是觉得她其实可以 把自己喜欢的东西藏起来 就是比如说厨房 就像我在那边 我会准备我自己的餐具 我也想说 你要可能把厨房藏起来 好难哦 这些自己比较喜欢的东西啊 不要让她碰 对不要让她碰 可是她喜欢的 因为很大 怎么办 烤箱 好难哦 因为不喜欢婆婆 动家里的东西 我觉得是人之场景 连我妈我都不喜欢她碰 对我也是 因为长辈好像不太会 爱惜你的东西 对 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一起出去玩啊 五天可以一起出去旅行啊 一起去外面旅啊 可是我在猜她的意思是说 因为她 她们是外国人 她不可能来台湾只来五天 她应该是来了半个月 只住在你家五天 然后前面的日子就是出去玩 那真的好像只能忍 好像只能忍耐 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 对因为我那时候跟我 前婆婆的问题好像是 因为她后来有一点点 比较容易忘记事情这样子 我后来就会很直接的告诉她 因为我想说 你可能给她就忘了 反正你倒好就忘了 对 对 我朋友的婆婆也是 那个有一点点失智的景象 她后来说 她就是 她回婆家 她婆婆就会以为 她是公公的女朋友 哈 那这很严重了耶 没有这是失智啊 我说这 她已经认不得她了 哦 然后反而 有时候让她觉得有点有趣 好像婆婆跟以前不一样了 哈哈 我好乐观 然后她就扮演不同的角色 骗婆婆 哈哈 哈哈 婆婆也不记得 哈哈 但是我们是要告诉大家 凡事你可以朝正面的 好试试看 然后她来半个月 她都只来住五天了 可以参考酥皮的方法 就是把你很喜欢东西的藏起来 不要给她用 对 或是帮婆婆准备她自己的东西 嗯 的菜 如果她真的要煮菜 那我们就点外送 或什么 就是叫说 你难得回来 你应该吃一点台湾的小吃 对啊 然后就每天带她去逛野戏 这样 对 嗯 工程师有什么看法 你可以靠近麦克风吗 哈哈 没有就算了 哈哈 你刚刚没有在动脑 对不对 哈哈 因为我觉得 就是只能让她出门啊 可是如果出不了门的话 又藏不了东西的话 对啊 没办法 让她不要喜欢台湾这个国家 哦 一直放那个社会新闻台给她 吓死她 或是放湿器 外国人来台湾普遍不喜欢台湾的湿器很重 然后你还特地开家 在家里开家 然后一直让她觉得皮肤痒痒 她走着走 那个头发开始滴水 太湿了 每天都觉得咻咻和痒痒 对 让她尽量不要喜欢台湾这个国家 从大方向着手 一开始你可以先把你喜欢东西藏起来 然后帮她婆婆准备一套她 适合她的东西 然后再偷偷的家室 让她觉得台湾让她玩班不舒适 然后尽量 或者是你可以常常出国 对啊 不是你找我就是我找你嘛 那不然我去找你好了 对 然后我找你以后我就一直去外面玩啊 嗯 好像还可以这样子 对啊 OK 今天非常谢谢书皮来我们节目 跟我们聊了异国回应和单亲育儿甘股 我好像比较没有聊这一部分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小红谢谢工程师 对那大家记得可以去买舒皮的书 家的样子 舒皮与 Stream 好难念到 的苏格兰冒险记 你念给我听 Stream 哈哈哈 工程师你念念看 Stream Stream 是吗 对好标准 对家的样子 舒皮与Stream 的苏格兰冒险记 我觉得感觉要叫他儿子之前 就会开始 对会有点紧张 要先准备一下 对会有点紧张 然后讲完一下子事事 觉得不知道我没有念对 可是呢里面的插画跟文章 都是非常疗愈又可爱的 然后舒皮本人也 很自然 哈哈哈哈 讲出了一些跟书上看起来 很不同的话 所以呢 那大家记得去买书哦 那各大平台 都能收听到 你好我是张云小红 不管我们固定收听 都喜欢上关注 和订阅我的podcast 请大家踊跃留言发问 然后记得给我们五星评论哦 今天就谢谢舒皮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工程师 谢谢大家 谢谢下礼拜见咯 拜拜 拜拜